大家2018年新年快樂喔 哇,這是我們2018年第一次的直播耶 你有沒有發現其實經過了一個跨年之後啊 你的腰邊的小墜漏又多了呢? 然後還有啊,就是跨年在吃了很多好料之後啊 我們的腸道蠕動的速度也會變得比較緩慢 當你吃了太多油膩的東西啊 還有跟跨年跟朋友聚餐啊 洋芋片、燒烤、爆米花 你會發現其實在跨年在年節過後啊 你的腸道其實有很多的負擔 所以當當這一集呢 步步要跟大家聊一聊排便利 如何七日腸道重整計畫 我們其實現在每三個人 就有一個人有一些排便的問題 那其實又以便秘啊 排不乾淨、有殘便感佔最大的部分 好,那一樣我們先來看看 今天最多人問的問題是哪些呢? 好,首先第一個 講到腸道喔 第一個就是脹氣 尤其現在上班族吃飽了都久坐 然後小朋友在學校 在中午吃完便當之後 也都是趴著睡午覺 其實趴著睡午覺啊 對我們的腸道是非常壓迫的 那現在很多的幼兒園跟國小 甚至會請小朋友準備睡袋 讓大家都躺平睡 躺平的其實對我們的腸道是比較有舒緩 比較放鬆的狀態 好,那所以如果 步步如果我脹氣的話 我要怎麼辦呢? 我等一下會跟大家聊一聊 脹氣其實是有一些解藥的 因為我本人啊 我的胃其實也不太好 因為我們長期要到外地去講課 跑來跑去 其實我之前有一些胃部的問題 那我是怎麼樣透過營養科學改善呢? 那第二個問題 要跟大家聊一聊 排便力的食材有哪些 哪些食材能夠幫助你排便 不只是蔬菜水果多吃而已 它其實有很多Mega 那如果你吃錯了呢 蔬菜水果如果你吃錯的纖維 反而還會造成你便秘 所以等一下會教你怎麼選 那第三個等一下會跟大家講 腸內重整計畫 你的腸道如果壞菌多好菌少 你到底要怎麼辦? 然後再來你要怎麼看你的腸道 好菌多還是壞菌多 這個其實都有方法的 那第一個 我們先回到我們剛剛的問題 便秘不是病 可是久了會出人命 來各位 你有沒有發現其實便秘有一些問題 第一個其實最嚴重的 就是大家所知道的大腸直腸癌 因為當你的毒素其實沒有排出來 你要知道其實排便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把老舊的廢物代謝出去 排便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代謝老舊的廢物 那這些廢物其實有一部分來自於我們吃的食材裡面 有一些農藥 有一些添加物 有一些這種化肥 這些不好的這種所謂的細菌 那這些代謝的這些毒素 它其實就要經過排便的這個部分 每一天啊至少要一次 一次到兩次的排便 把這些毒素清乾淨 所以我剛剛講第一個怎麼樣 排毒 否則就大腸直腸癌容易找上你 那第二個就是什麼 全身性的免疫力 如果你長期便秘 你的免疫其實是會下降的喔 為什麼呢 來各位好朋友 你還記得 其實我們之前曾經在 好像在第一集還第二集 我們講過一堂叫做腸道健康 我們全身的免疫力有多少%在我們的腸道 有70%在腸道 有70%在腸道 所以因為70%的這個腸道 很多的淋巴免疫 如果你沒有照顧好啊 這些你的免疫系統就沒有辦法出來工作 那第三個心血管疾病 因為長期便秘 你會發現其實你每次排便的時候 你要特別用力 這個也是增加中風的高危險群 那再來還有其實痔瘡 痔瘡這個可能大家都比較容易理解 長期久坐久站啊 這個其實也都是增加痔瘡的這個風險 那第五個很少人會想到就是 欸為什麼不不你寫心理病咧 難怪難道便秘跟精神狀況有關係嗎 確實是 各位我們的大腦裡面會分泌很多的快樂的元素 在憂鬱症那一趟有講到 那大腦除了分泌血清素之外 其實血清素分泌最多的是在哪裡 是在腸道 大腦跟腸道有一個腦腸軸線 其實是會互相影響 我們的腸道其實分泌了很多荷爾蒙 會影響我們的情緒 那首推第一個就是血清素 那第二個是什麼 第二個就是多巴胺 一定很多人有聽到聽過對不對 多巴胺 多巴胺它也是跟我們的這個傳遞訊息有關係 所以如果你的腸道都處在便秘的狀況下 你這些好的這些快樂的物質啊 多巴胺啊 血清素啦 神經傳導物質 它沒有辦法順利傳導 那久了之後會影響到我們的情緒 那由這個部分我再回去反推喔 過去看了一些臨床的這些報告 發現喔其實國外有很多研究 尤其是大部分有憂鬱症 過動症的孩子 他幾乎排便的習慣跟狀況都不好 都不好 所以很明確的就發現 排便其實跟精神的狀況 它是有直接的關係的喔 所以排便不只讓你美麗 正常的排便 這個健康的排便 你同時可以遠離一些心理的疾病 好那再來了解一下 持續增加的便秘人口 目前有三個就有一個有便秘的困擾 便秘除了增加大腸直腸癌風險 它降低免疫力 然後再來也是憂鬱症的導火線 這個就是把剛剛我們聊到的做個整理 好那最後接下來我們要跟大家講一些 這個關於腸道的這個比較細的 細的一些這個美美嘎嘎的一些策略喔 腸道佔人體百分之七十的免疫系統 那其中呢最重要的手中 第一個齁你看到這張圖 其實我們大腸裡面其實是我們的菌百姿最多的時候 那尤其是其實大部分的毒素都在小腸過完之後 它會運送到大腸 那生結腸水分已經慢慢被吸乾 那通常已經到了這個橫結腸 降結腸之後 你就會發現你的糞便其實慢慢在成型了 慢慢在成型 因為營養跟水分都已經吸乾 那最後一端乙狀結腸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的糞便下來應該是要軟軟的 然後有一點點黏黏的 它水分大概百分之七十 有點像香蕉 這就是最完美的排便 因為我們的整個腸道來講 它主要在幫我們調節免疫 那還有一個就是吸收營養嘛對不對 如果你的便便都是水水的營養 你就沒有吸收進去啊 那再來好的這個排便習慣 可以預防很多大腸直腸癌 那尤其是肝臟不好的人 你的排便習慣更重要 為什麼 因為腸道啊 如果裡面的環境很好 第一關它可以有很多的益生菌 有很多的好菌 免疫細胞 它會幫你解毒 這個時候你的這些毒素 就不需要再運送到肝臟了 這個就是所謂的合作 腸道如果先第一關幫你先解毒了 你後面的毒素少了 毒素越來越少 甚至已經分解光了 你的肝臟就輕鬆了啊 所以肝的保健也跟腸道有關 那再來就是剛剛跟大家講的情緒 精神狀況 腸道分泌一個叫做Sherotone 又叫做這個血清素 血清素就是會讓我們覺得正向 積極快樂 然後同時你會覺得對自己有自信 所以你會發現啊 其實皮膚好 情緒好 覺得正向的人 他的排便習慣其實基本上都還不錯 好 欸那不不你講了那麼多 腸道的健康啊 然後又講了這麼多排便的問題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什麼樣是最棒的便便 模範升級的便便 來 布魯斯托大便分類表 等等等等 總共分為七類 來各位 你可以從第四類開始看起 最好的便便呢 水分分別是由上面開始 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 剛開始是像羊大便 吼 兔子便便 然後最後 然後一直往下 香蕉的形的便便 最後到最後什麼 像一攤爛泥巴 所以最好的便便會集中在哪裡 會記在所謂的第四類型 就是我們特別框起來這一塊 長條狀 光滑而柔軟 而且最好上面沒有裂痕 來各位 你可以檢查一下你的便便 如果說你的便便裡面 雖然是條狀 可是它表面有一些裂痕 就像是那個 好像是地圖的那種紋路一樣 代表其實你的便便水分是少的 纖維質可能不太夠 那如果我們的便便 常常是像兔子便便 代表水分怎麼樣 幾乎是不夠 毒素很多都累積在身體裡面 沒有被帶出來 那如果我們的便便 像是最後一集 就最下面這一集 有點像泥巴 尤其是小朋友 我們特別要留意成長中的孩子 如果我們的孩子 他的便便經常都像是泥巴狀的 代表養分有沒有吸收進去 沒有 沒有 基本上養分有吸收進去 他的能量有被身體吸收 他的排便一定會成為香蕉狀 香蕉狀 吐出他不需要的東西 保留他需要的東西 那如果說腸胃蠕動過快 腸造症 或是小朋友本身的這個腸內環境不好 他的便便有點形成像爛泥巴一樣 很多的營養素是被原封不動排出來 這個是有問題的 這個一定要可能去了解一下 照一下他的大腸鏡 或是研究一下他的這個排便裡面 是不是壞菌太多 或是不明的這種氣體 甲腕的氣體太多 這都會影響到孩子的這個成長發育 所以這個排便 其實這個雖然是小事 可是影響了我們很多的生活的一些 健康的元素 來 培養排便力的營養素 總共有五個 那幫大家很貼心的幫大家整理一下 第一個就是最重要的 那第一個其實要有健康的排便 我們的纖維質一定要吃得夠 所以食物纖維每天25公克 欸那不不不不 請問一下25公克有多少 來給你一個概念 如果我今天早上吃了一個大蘋果 蘋果的纖維是3克 寫在這邊 那假設一個成年人一天需要25公克 我今天大概我的早餐如果吃吃 至少要吃到兩顆蘋果的纖維質 才有6克 因為通常早餐我們攝取的纖維量 會是比較少的 那午餐晚餐至少要再吃三盤 像大銅電鍋附的那種吃碗的蔬菜 裝到滿 再吃三盤 三碗的蔬菜 晚餐還要再吃三盤的蔬菜 我們的纖維才會真正的達到25克 那給大家一個概念 大家可以猜猜看 現在台灣人啊 一整天吃的纖維有幾克 以我們標準來講 在日本的這邊建議來講 如果說你真的排便要健康 我們亞洲的這個規定 至少希望你達到25克 這是衛生署的建議量 那我們台灣現在平均來講 基本上各位 一半都不到 只吃到12克 有沒有好少好少 怪不得我們現在有這麼多排便的問題 所以水溶性纖維最主要要吃足 那再來 軟化糞便也是纖維的重點 還有能夠促進腸蠕動 所以水溶性纖維首推第一名最重要的 你今天不管去看哪一顆加一顆 他都會告訴你 水溶性纖維一定要吃夠 那如果你真的吃青菜的習慣 或是本身有一些挑食的部分 你額外找一些營養補充 補充你的水溶性纖維OK的 這個也是很好的方式 那這第二個 纖維很重要 還有再來就是好油 光有纖維沒有好油 就很像你在洗碗的時候 你用的是乾乾的菜瓜布 沒有加水沒有加清潔劑 請問你覺得這樣碗洗得乾淨嗎 噔噔噔噔噔 洗不乾淨對不對 所以有了纖維你要加一些好油 像是亞麻籽油 橄欖油 這個很好的油都是一種潤滑劑 它會讓你的腸道有纖維有潤滑 加上水分吃得夠 把這些髒的東西把它排出來 潤滑腸道是好的油脂 主要的目的 所以像很多女生早上減肥 她只吃精力湯 有沒有 就是打一些蔬菜啦 蘋果啦 香蕉啦 打一些這個 所謂的青江菜啦 木樹芽 打成一杯 各位 吃久了之後 它還是便秘沒改善 你會發現什麼 缺好油 那第三個 天然的乳酸菌 為什麼我要特別強調乳酸菌 因為乳酸菌 會分泌一個叫乳酸醋酸的東西 它能夠幫助你腸道乳動 那在天然食物裡面的乳酸菌 其實含量不高 不高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我唯一推薦 就是如果你都沒有吃保健食品 你唯一想要選的 我會建議你首選乳酸菌 因為它跟你的腸道 跟你的免疫系統 跟你的 可以預防很多 預防過敏的部分 它是首重第一名 所以天然的乳酸菌 那假設你要從食物裡面去選 大概有幾項食物裡面有啦 但是真的不高 第一個 泡菜 但是我們不常吃嘛 然後納豆 我們台灣人也不太吃這個 也有怪胃對不對 然後再來優格 現在優格都偏甜 再來是味噌 所以其實這些食物裡面都有乳酸菌 但是我們基本上飲食習慣 你不太會常常去吃啦 所以如果真的你想要免疫力好 保養腸道 你都不喜歡買保健食品也沒關係 你至少一定要吃 至少就是天然的乳酸菌 一天補充一條 趕快把你的腸道裡面維護好 遠離這些所謂病毒的部分 那第四個跟第五個是微量元素 第四個是鎂 鎂在哪邊呢 鎂其實就是一種 它能夠讓你的肌肉舒緩 比較不要那麼緊張 那通常有便秘的人齁 除了纖維吃的少 第二型齁 它是屬於那種壓力型便秘 很緊張齁 做業務的每個月都要趕業績 然後客戶拒絕你 其實就會覺得壓力很大 心情不足 壓力會大量消耗人的 維他命C跟鎂離子 所以鎂跟維他命C 基本上它能夠舒緩你的肌肉緊張 那維他命C又叫抗壞血栓 還記得嗎對不對 以前我們健康教育學的 抗壞血栓喔 就是維他命C 它進到腸道裡面以後 它會成為乳酸菌的食物 幫助乳酸菌再生出更多的乳酸菌 所以維生素C跟乳酸菌兩個 如果配合得很好 這個在腸道的這個所謂的 這個份量都多的話 基本上你的好菌 可以一直源源不絕的繁殖 所以維生素C、鎂、乳酸菌 這三個是好朋友 最好天天都要吃足的 吃到 那鎂在哪裡呢 維生素C沒有問題嘛 在一些所謂柑橘類的水果 水果啊 檸檬啦 橘子嘛 這個季節還有柳丁啊 蘋果奇異果也好多啊 對不對 但是美就比較少見 美大部分是在海裡面的蔬菜 譬如說海帶、紫菜、昆布 這種 譬如說很好的就是 你煮紫菜蛋花湯啊 裡面你就又吃得到很豐富的這個美梨子 好 所以各位你有沒有發現 我今天幫大家整理的 都是你在天然食物裡面 那唯一齁 你要額外我覺得可以額外補充的 我真的很建議你 乳酸菌至少一天一條 因為現在的土地都被化學 那個所謂化肥 除草劑破壞光了 所以現在土地裡面的乳酸菌含量是很低的 好菌含量是很低 那你乳酸菌可以額外補充 那除此之外 再幫自己補充一些好的油 足夠的纖維 還有說海裡面的蔬菜跟維生素C 基本上你不太容易便秘 便秘三個 基本上預防便秘三個元素 好的食物 吃好的菌 記得運動 就這三個 好的食物 好的菌 然後要運動 因為運動的人 腹肌會有力 所以你就會發現 你比較容易把這些廢物啊 通過腸道之後把它擠出來 下腹肌要有力 好 那最後呢 要告訴大家很期待 有講真答 來先解釋一下這個 來 這個是我們有一個這個媽媽問的 這個媽媽她長期胃脹氣 長期胃脹氣 請問營養師要如何改善 來 基本上要改善脹氣 有首推兩個東西 第一個叫做有酵素的食品 哪些食物有酵素 來各位注意聽 木瓜酵素有聽過 所以木瓜裡面有酵素 第二個鳳梨有酵素 鳳梨酵素 鳳梨吃一點鳳梨 它裡面酵素也很多 再來第三個 很多人不知道 叫奇異果 奇異果酵素也很多 還有蘋果酵素 香蕉裡面都有酵素 我們的水果本身裡面有很豐富的酵素 所以各位 如果你經常脹氣 酵素對你來講很重要 但是如果你真的水果量吃的不足 額外找補充品 可以 天然我們在食品的營養補充 食品保健食品裡面 很多食品裡面都有 從鳳梨 從檸檬 還有從木瓜裡面萃取的酵素 酵素第一個作用在胃部裡 它可以在短時間之內幫你改善脹氣 好 但是你不是只吃酵素就沒事了 各位第二個 益生菌為什麼也有幫忙 因為各位你看一下這張圖 我把它放在比較前面 各位 你會發現上面是胃 下面是所謂大腸小腸 如果你胃部的食物消化成 因為胃是一個囊狀的袋子 它其實只是先幫我們裝的食物 那裝了食物分解之後 經過一個小時之後 食物會往下推 所以如果你的胃部的食物經過了酵素 它分解成小分子之後 進到腸道 腸道裡面這些好菌又很多 好菌它其實同時也可以幫你驅除壞菌 把壞的氣體像是甲腕 就是我們放屁會比較臭那個叫做甲腕 它會把這些不好的氣體怎麼樣 益生菌會把不好的氣體趕跑 所以兩個元素 第一個元素叫酵素 作用在胃部 胃部 胃是一個囊狀態 那第二個元素是益生菌 作用在大腸小腸 尤其是小腸的部分 好 來各位 如果是酵素 它可以改善你短期的脹氣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自根 根治 至少要選益生菌 一天至少一條 一條是最基本 100億以上 如果你吃五億 基本上就安心的 根本就不夠的 好 所以當你了解了胃脹氣 其實並不是很困難的時候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進入 最後大家最期待的 哎呀 過年第一次要送出益生菌 不知道這次哪個幸運兒會抽到 那一樣剛好講腸道保健 我們一樣送出日本的乳鐵益生菌 調整你的免疫力 哪些食物裡面有豐富的酵素 來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 第一個鳳梨 第二個奇異果 第三個木瓜 第四個蘋果 2018 祝你幸運抽中我們的小禮物 那趕快把你的答案寫下來 那也祝大家2018 每一個人都可以健康 元氣滿滿 有了健康 你未來還可以完成更多的夢想 你說是吧 好大家下個禮拜是見囉 拜拜 拜拜